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没有回来 所以越来越少的孩子 能够回来做这个亲民 就算是亲民 也不是很熟悉 越来越modern了 也不会做到很足 但是在云进家园里面 不管你的孩子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英国 一个在越南 那他们都可以随时随地 一起带着那个VR 一起来到你的墓园 一起在你的墓园那边 去聊天 谈天 喝茶 谈话 我们华人用什么 白家姓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一个 Memo Space 云进家园里面 云进家园里面 我们也会记载白家姓 所有姓氏呢 它都会综合起来 如果Facebook 都能够带动到全世界的话 我相信 云进家园可以 影响全世界了 那么第三个平台 第三个我们会 对接的这个产业呢 就是我们的 Memo Space 我所谓的这个大数据呢 它会这样对建的意思就是讲说 当你登录云进家园 你不用再注册 你就是用你原来的 就是你的会员的这个账号 跟密码 登录进去 进去之后 你才去更改你的会员 你的密码 在云进家园的密码或者是账号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同样的你登录去Memo Space 也是一样 现在你没有登录Memo Space 你进去你不用再 你不用讲说 我们重新注册一个会员的 对不对 你就直接用你的会员的账号 你登录就可以了 同样的Memo Space Memo Space 也就是我们的加密数字墨币 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你也是同样的 你登录 你用我们现在原来的 这一个会员的账号跟密码 你就可以登录 可是登录到了之后呢 这三个平台是个别管理的 明白吗 是个别管理的 所以你自己 你进来这里之后 你自己改你的 你要改你的账号 或者你要改你的密码 可以 这边你要改你的账号 你要改你的密码 也可以 这样子可以理解吗 好 那这三个产业呢 是我们可以说 耗资很大的一个费用来去做的 那么这里我们的Memo Space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里呢 是拂有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技术 我们的区块链启动是在这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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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呢 我们整个区块链的管理呢 就会管理整个大数据 我们整个大数据都会用区块链的技术来去管理 好 我们先启动在这里的这个blockchain 那目前我们的MSD 我们简写为MSD 目前我们的MSD呢 是 我们叫做 因为这个 这个区块加密数字货币有两种 一种是 private 一种是 public 就是一个是私营化 一个是 public 叫什么 公众 对吧 一个是私营 一个是公众的 那么我们呢 的前期是私营的 就是现在是私营的 所以我们来配送 我们没有对外卖的 那么我们现在三个月之后 现在已经第几个月了 下个月就第三个月了 对吗 那么八月就第三个月了 九月一号开始呢 我们就是开始可以互装 那其实我们的系统已经做好了 可以对外 不过我们不会这样快对外 我们会到年底才对外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以为 哇对外了 其实你真正赚钱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现在 因为现在我们是配送给你的 你在同一个时间 做活动做大数据的时候 你还可以赚到你的企业币 同时又可以赚到这个加密数字货币 明白吗 因为加密数字货币 我们是从0.1毛美金开始 好我们有这个blockchain 然后我们在 我们会在年底的时候 就是可能12月1号 或者是1月1号 我们开始才对外的有这个公众交易 但是在9月1号开始呢 我们就能够互转 另外 其实在9月1号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在英国 英国注册了我们的这个总部 我们已经有Mont Space London了 因为为什么在选择英国呢 因为英国是写法律的 所以 而且呢 在英国呢 对于blockchain 他们也是有律师 而且已经是合法化 所以呢 我们英国的这个整个法律 跟这个程序呢 都比较成熟 所以我们在英国注册了Mont Space London 那在英国注册了Mont Space London 同时我们在英国也拿到了这个电子钱包的执照 也就是叫做e-money license 懂电子钱包的执照吗 所以当我们有电子钱包的执照的时候 也就等于说 我们自动的成为了 迎联的合作方 我们自动成为Visa的合作方 我们直接成为Master的合作方 明白吗 我们直接成为PayPal的Yes 我们直接成为Epay等等 全世界的所有的Payment Gateway 我们就直接成为了他们的合作方 也就等于讲 也就等于讲说 Edmond Space Dollar MSD 有了EML license 就是全世界所有有Visa Master 营联等等的地方 都接受MSC 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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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些东西都接受MSC 是说MSC值钱吗 值钱 非常值钱 但是是不是要现在给出去呢 不是 我们要让大家赚得更多 明白我意思吗 现在才是机会 等到放上去平台的时候 最大的机会就不是你 那么 好 但现在在私营化的时候 在Private的时候 我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好消息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通过VisaMaster 来去启动这一个 这一个我们的MSD 不过我们的MSD 已经正式的被400多家的Hotel 接收了 所以从9月1号开始呢 我们就有很多的企业 我们也会公开给我们旗下的会员 你有什么店 你有什么公司 你有什么产品 你有什么生意 你都可以接收 你都可以申请接收 加密我们的这个MSD 加密数字货币 想看我们旗下1400万的会员 我们只要说140万就好了 140万里面的 有百分之50 OK 就是50几万的企业 或者商家 都接收MSD的时候 你说MSD就是抢着要 而且MSD因为有这个加密 有这个blockchain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有限量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我们之前分配了一个白金股的股票 股票很多 所以我们就也分一部分的MSD 之前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的MSD是推出20个B 对吗 就是200亿 200亿 是200亿 是200亿 的这个数量 对吧 经过我们 经过我们 我上个月 在英国跟英国当地的 这个 精算师 以及这个Loyal 谈了之后 他鼓励我们 因为他看我们的数据 现在在我们系统里面 已经出了百多亿了 就是百多亿了 所以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Mining Mining 叫挖矿 对吧 所以我们做20亿是私营化的 就是我们私人的这样的配送出去 另外10个B呢 我们就会拿来做Mining 我们就会拿来做 挖矿 所以在这时候开始 很快的 可能一个礼拜 可能两个礼拜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的加密数字货币 从一毛 要变成0.11 0.12 0.13 一直在起 好 起到等到我们公开到公众化的时候 公众化的时候 那么你的那个 你的加密数字货币 已经不是一毛的价钱了 公众化的时候 大众买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五毛一块的价钱 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那么我们的Mining 是怎样做 我们不是用挖矿 我们是用我们的会员数据来去做的 就是我们还是拉回我们这个大数据 我们在做这个大数据 同时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 这一个加密数字货币的价值提升 跟提高了 那么我们也会在下个月开放给大家 让你的企业币 可以买到这个加密数字货币 可以用企业币来买加密数字货币 所以呢 这个只是 所以这个只是内部的私营 内部的仍购而已 好 这样子可以明白吗 理解吗 理解吗 明白了 好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接下来主要的三大产业 当然除了这三大产业 其他的我们实体产业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hotel 我们的岛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一继续在定做这 包括我们的这一个Serema的这个Mont Bay City 那么当然有一些人会讲说 Mont Bay City现在还没有开始起 那还没有开始起又怎么样 我们必须要得到所有的这个证件文件 这是所有的马来西亚的人都懂的 对吧 但是有一些有一些领导 手上有拿到这个 有拿到这个家的 曾经送出去的几件 还有人把他当这是废纸 他讲说我只是看到一张废纸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心态真的需要调整一下 真的很好笑 废纸给人 我要跟他打回了 OK 好 这是我们三个 我们对我们即将会在今年明年 这五年里面的非常大的一个三大产业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OK 理解 好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Mont Bay City的这个价值了 对吗 那刚才呢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股东的这个价值了 所以今天早上要给大家报告一下 马来西亚的家人 我们即将会以公告的方式 发出一个股东的活动给大家 让大家在这三个月时间里面 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股权证 同时呢 在开发股东的过程 也可以赚取到加密数字货币 并且呢 让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 接下来的三个月 全面的全力以赴的开发你的股东的这一个团队 OK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嗯 刚才你说那个Mining 它只是公司自己数据 自己的系统自己挖 所以我们的用户是没有办法去参与的 对 暂时没有 暂时是没有 但是他会到什么数据的时候 他要抬放给用户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知道 嗯 谢谢 我们会保佑到好像open public的时候 就给用户去参与 对 因为你告诉他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open public 因为我没有卖家里数字货币嘛 我是现在配送给我内部的会员 嗯 这样子吧 好我想说大家可能需要点时间去消化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这个主题呢 就是大数据带来的这个震撼 对 那大数据的这三大块呢 可能大家刚刚呢 来不及就是做小抄还是来不及消化 没有关系 今天的所有这个内容呢 都会转发成视频 还是一样留手彩与心意 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文字注解呢 会成为字幕 方便大家呢 来不断的在自己的小组分享啊 来各自的opp啊 其实现在呢 有很多的组织 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小组之前 都先看一下 当个星期的这个彩云心意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是 大家一起加油 那也辛苦彩云节呢 每一个星期都要每每每的不断的录制这个彩云心意 重新的大家要转发 尽量的去转发转播 然后每不定时的也是去看 因为你每一次看呢 你听到的 你领悟的都不一样 所以你重复的看 是 但是其实呢 那彩云节呢 也亲自的跟大家就是整理了 如果你想要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彩云 这个满幸运的话呢 其实有几集重点的这个彩云心意呢 是很值得分享的 包括有讲到安外银行啊 包括有讲到我们的板块啊 等等 那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微信群 或者是你们自己的官方脸书啊 微博微信啊 去分享的话 随着手上还有以前 买下来的加密股东币的 举手 懂加密股东币吗 CSC啊 CSC 不懂对不对 不懂的举手啦 还说不懂什么是加密股东币的举手 谁没有参与过加密股东币的举手 啊 不知道对不对 那当时我们的 你总可以带过来加密股东币咯 我们加密股东币是5000嘛 就是5000就是报股东的一个点位 同样的是有五个股权证 然后呢里面浮有多少的加密数字货币 5000的加密数字货币 对吗 然后介绍加密 介绍加密股东币还有50%的加密数字货币 对不对 谁没有把握到 谁有把握到 谁没有把握到那个机会的那时候 OK好 大家了解一下加密股东币的这个用途 我们应该接下来就会做的就是加密股东币的活动 因为加密股东币是最直接最实在 让大家既拥有股东的点位 又拥有股东的股权证 同时还拥有加密数字货币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 就是实惠 对最实惠的一个加密股东币 但是大家还是等着我们的公告发布 好我想这样有很多东西要消化 因为有很多的币 很多的ABCDEFG 那也辛苦大家 大家知道我们的系统里面呢 主要的其实就是EC嘛 EC就是你赚的钱 DC就是你报单的 那其他的什么币什么币都是根据当时的活动的命名来的 这样因为我们在系统里面我们就能够找 所以我现在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当时做什么活动就成功 什么活动的Qualifier最多这样子 所以其他的那些什么币呢 都是我们活动 活动就是Promotion嘛 Promotion的名字来的 好吗 然后我们用Promotion的名字来分类 那个是系统我们做分类的 但实际上你真正的就是你的EC跟你的DC 这两个是主要长远的币 我想问一下当MST兑换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时候可以和Bitcoin交换的 当然 交换 他不是这样交换 就是你自己在平台上去兑换去买啊 交换 当然可以 我们其实很快 其实我们启动到现在也才几个月 我们应该是半年的时间 就是等于明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公众平台 交换平台 交换平台 全部都已经开始进行了 所以我一直在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才是你去赚钱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是赚了嘛 你赚了嘛 你要到市场场买嘛 你现在就开始手上拥有 手上拥有了 然后到我们公开到平台的时候 市场上买的就是跟你们买 就是买你们的 这样子 好的 那国家的朋友 全球的满行运家人 希望大家呢 就是抓紧脚步把握先机 然后一起在满行创造成功 我们也谢谢彩云姐 也祝福她在这个飞往莫斯科 俄罗斯的这个 今晚的班机 一路顺风 好 谢谢 也希望在这个俄罗斯 给大家满满好消息 如果是接下来各个国家的 这个活动 包括这些年会 每一个活动都要带给你们参与 每一个感动 都要大家一起去实现 好 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去办彩云姐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